各位市民 各位網民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繼續我的傾聽之旅下 我最近都馬不停提 自從民建聯中央委員會 通過我繼續參選超級區議會之後 在這麼熱的天氣 我都不同走訪不同的區域 早前去了港島中西區 也去了北區 大埔 葵青 我今天都很想跟我們商界的朋友聊聊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過去一年很艱難 現在其實失業率非常高企 經濟真的很差 都想親身聽他們說一下 現在實際環境是怎樣 Felix 你最有發言權之一 不如你談談商界中小企 其實面對甚麼情況 或者大家的感情是怎樣 現在根本不是中小企都面對困難 而一些大企業 即使上市公司 都面對很大的經濟挑戰 世界上全世界都未試過 可以平擺一層這樣 當然香港就因為去年 由暴力事件去到疫情事件 香港整體的經濟都跌了很厲害 現在所有衣食住行 我相信沒有一行是很容易的 但到何時才可以有經濟反彈 或者是很嚴重的 我暫時來說都看不到 所以我們很擔心如果疫情再這樣疏下去 香港昨天高報了 那個失業率是6.2% 可能會繼續惡化下去 當然現在的好處是因為 因為政府有一個補就業的政策 可以保住員工或者撐住企業 所以在這段時間 有些政府的資助可以過渡一下 但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補就業 可能今天那個失業 已經到達10%都不一樣 不過其實我們落區 或者跟商界朋友聊 每個人都跟我們說 現在正在吊鹽水 真的只是熬著 其實大家都沒有想過 疫情會再這樣反覆 其實都很擔心 如果你真的疫情沒有辦法穩定 甚至沒有辦法停止 那你跟著香港經濟衰退 甚至全球經濟衰退 你看一下現在 每天的確診個案都是驚人 其實都很令人擔心 而現在的確診個案 當然每天都有數字增加 我們期望可以在未來的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可以控制得到 但你看到如果再控制不到 香港可能是要封城 但你一封城 你看到新加坡是一個好的例子 新加坡一封城之後 上一季的GDP是跌了3-40% 香港繼續有經濟運行 上季度跌了9%左右 如果你全封城的話 跟著未來的計劃 香港可能會跌至50% 這個影響力和發生力就會很大 其實都很擔心 如果你說立法會 如果九月份又可能甚麼都做不到 或者有些人說 如果控制了立法會 更加立法會是停止運作 加上香港經濟衰退 環球經濟衰退 其實我真的不敢想像 香港情況會怎樣 商界怎樣想 如果所謂35加落實 香港將會面臨政治和經濟災難 經濟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大問題 如果政治災難都出不來的話 未來香港可能沒有人看 這個攬炒的情況 一般市民可能現在聽到 那些口號式的事情 都未意會得到 但是如果真正落實 如果你說財政預算案又否決 所有的任何法案都否決的話 香港不是單止是不能夠向前走 可能會倒退十年二十年都不行 其實真的 我想真的會倒退十年二十年 大家市民都要考慮清楚 最終攬炒殺傷令去到哪裏 所以很感謝Felix今天跟我們說了這件事 我們希望接下來 希望得到市民繼續的信任和支持 如果我們真的還有機會 一起起議會 有些甚麼可以一起做 為商界為香港 當然希望不要香港被攬炒 我們一定要推動香港向前進步 有一件事 當然現在再說 我也不知道那個情況 政府就是想取消強積感對沖的機制 我們商界都接受得到 但是現在始終政府所說出來的方法 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們一起想了一個基金前方案 我們都認同 在這方面 未來如果大家 政府推出取消強積感對沖 我們大家努力爭取 對於基金前方案 這個整體來說 第一 商界可以接受 第二 勞工界又接受 第三 可以完成得到 強積感對沖這個問題 也是永久的解決 沒錯 所以我希望將來有機會 可以繼續深入談到這個問題 好啊 其實我們都有跟中小企的朋友 或者商界朋友保持溝通 我同意你說的 對沖或者改善打工子女的生活 其實公道一點 其實商界朋友都很緊張 不過問題呢 是要令到商界都能夠負擔得到 令到你們的企業都可持續性 因為商界如果倒塌 其實最後就是香港失業打工仔受害 坦白說 如果政府硬推 用它那個方法的話 強積感對沖這個問題 可能在落實之前 已經很多人已經對沖了 所以政府有些事情就不要尷尬 就是聽聽商界和大眾市民的心聲 好 收到 那我們一起努力好嗎 繼續打拼 希望香港可以向前發展 我們希望香港不會被攬炒 希望香港可以進步 多謝你 好 拜拜